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ie Time 大家可以叫我Janie 我是新德根的一名胸培師 專門胸培生日蛋糕 我也有其他的甜品 送到你家 讓你可以留在家裡吃得很好吃的甜品 現在中秋節還有幾天就到了 本身有胸培上海月餅 和冰皮月餅 但是因為很接近了 我就沒辦法了 今天就需要結合了 完全不能再加了 所以真是不好意思 如果有些朋友在考慮之中 我就已經結合了 因為也有些朋友還在問 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應該算是很像生事 即是儘量可以幫 Hi 爸爸 儘量可以幫 我也是會幫的 但是真是 真是不好意思 因為真是很悶了 那麼 是的 我們明年先吧 好嗎 明年請早 如果明年可以幫到大家 我一定幫大家做 OK 今天有沒有很漂亮 我這個背景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有些新背景 我試一下 今天我要分享些什麼呢 我會轉回去 現在的介紹 我做一些有趣的東西給大家看 這個是Frozen 有沒有看到很多雪花飛來飛去的 Frozen 我挺喜歡這個 不要搞自己的樣子 搞一些背景 是不是 因為剛才我也試過幾隻 搞自己的樣子 真的有點怪 我不是很習慣 所以 是的 就是做一整個背景 我覺得很有趣 這個 今天呢 我跟大家分享些什麼呢 就是怎樣讀類型 對呀 怎樣讀類型 即是野食的類型 對呀 大家有沒有曾經試過 出去買東西 尤其是包裝 包裝packing的東西 有沒有都翻一翻去看 那個類型 有沒有 因為 我自己本身 以前我不會這樣看的 那因為 我女兒出生不久了 那 要吃這個Solid的時候 那買回來給她吃的東西 我開始很 很關心 裡面的含量是什麼 適不適合她吃 所以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開始 慢慢慢慢去看類型 我自己去讀 然後 我不明白的 我Google search 那樣 就形成了一個習慣 所以呢 舊時候 我女兒還很小的時候 一歲兩歲的時候 我是 走超市場 我是可以 買一件東西 譬如買芝士 我會站在那裡 一個五分鐘十分鐘 去讀那個類型 我是這樣的人 所以 是的 那我覺得 因為 類型這件東西 都挺重要的 是的 在大家 未下決定 要買不買這件東西之前 有時候 我們會看 比較習慣 是看包裝的前面 是的 寫些什麼 沒有添加糖粉 或者沒有什麼 或者全天然的 organic的 這樣 那我就 自己就 不會看這些 我會反到後面 真的 看那個類型 寫些什麼 我才會買的 我覺得 應該不是太多朋友 這樣做 但是我覺得 這個知識也挺重要的 所以今天 我就決定了 跟大家分享這件事 OK了 我想我先把那個 調整整個 效果 等等 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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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嗯 先調整正常一點 唉 唉 OK 有沒有朋友想下來 和我說Hi 好嗎 Hi 誰下來了 聽我說話 今晚 今晚我會和大家分享 這個 怎樣讀 Label 是的 主要是 夜食的Label 我正在說夜食 因為我自己本身 是 對這件事 有少少的研究 先說明 我不是這個 我不是這個營養師 我只不過是一個 兩個女兒的媽媽 以前女兒開始吃東西的時候 都會很關注 每一件我買回來的東西 若然不是新鮮蔬果 或者是蔬菜 肉類 都會買一些pack food 即是在市面上 市場已經找到的東西 比如一些餅 或者一些糊仔 那些東西 那我就很關注那些含糧 究竟這些東西 有沒有添加些什麼 或者是適不適合我 10元仔吃 那所以呢 就形成了我一個習慣 去讀Label 是的 讀一下讀一下 自己不懂 又搜尋一下搜尋一下 那樣 就開始形成了一個這樣的習慣 那到今時今日為止 我還是都會看的 但是我自己的要求 就沒有那麼extreme 就是我會比較 可能和不同品牌的品牌 那我自己去比較 那我認為這一個是比較好的 那我就買這個這樣 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這件事 那我們開始吧 好嗎 那一般上呢 那今天我帶了兩個例子上來 一個是Full cream milk 那是看 sorry 看這裡 這裡 這裡 它都會有一個叫做 Nutritional information 的 就是這個營養成份 然後 我也帶了一些餅 這個餅 我平時吃開的 它都會有這個格子的 Nutritional fats 那這個格子呢 這個格子呢 對了 其實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你想知道自己買回去的食物 是 所謂的比較健康 還是有加了很多東西 其實它在這個格子裡看得到 OK 還有一個是Ingredient list 都有的 Ingredients 上面 Ingredient list 大家都應該知道的 就是裡面的含量是有些什麼 Hi Hi Tony 歡迎歡迎 對了 那今天我要分享一個 我認為都挺重要的 大家都應該要懂的東西 就是怎樣讀Label 怎樣讀這些Label 對了 怎樣讀這些Label 不要互錯意 這樣說 我自己就不是一個營養師 我只是一個媽媽 但是 我自己就 有一個興趣去做一些Research 關於這些 那 就學會怎樣讀這個Label 那今天我就教大家讀 好不好 那大家在試買東西的時候 雖然現在疫情 都不建議大家 逗留得太久了 我現在買東西都是 放在Trolley 我就走那種 但是如果 真的可以的話 那我等一下會教大家 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但是先來 可能大家可以 拿自己家裡賣到的東西 那你自己可以看看 是的 我也不建議大家 在Supermarket 這樣慢慢去看這些東西 但是可能 你時常有的東西 那你現在家裡也應該有了 那你先拿來看看 你先學了 你先讀了 然後你去market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快地 compare 是不是 比較 可以知道買哪一隻 那我先來 我先講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格 每一個 這些包裝的食物 都一定會有的 Nutrition Facts OK 一定會有的 那Nutrition Facts 那裡 第一件事 我們要看些什麼呢 我們就 不是看多少卡路里 不是看多少 是看 Thank you Thank you 你的lovelove 是不是 我老公來的 是要看這個 Serving Size Serving Size 就是說 每一餐 他建議你吃多少 每一餐 建議你吃多少 為什麼要看這個 有時候 我們一看 原來他的肥 才8克 OK Sugar 12克 但是這個糖分 12克 是指一個Serving的糖分 那譬如說 譬如說 這個餅 我讀一下 OK Serving Size 是4塊 看到沒有 哎 看到沒有 Serving Size 是4塊 是4塊 4塊 所以 下面的 Nutrition Facts OK 譬如說 我自己 我吃 我喜歡這個 點過B 點過B 我一次過不會吃4塊 那麼少 我可能吃8塊 那吃8塊 那我就要把 它的 Nutritional 那些東西 成2 就是 譬如說 它可能Sugar 它說的是 1克 1克 但是因為我每次吃8塊 那其實我的 營養價值 那個糖分 我不是吸取了1克 而是吸取了2克 明白嗎? 我不行嗎? 有沒有人給我反應 我不行? OK 打個OK 是吧? 因為我 我真的很想大家明白這件事 是的 真的很想大家明白我所說的 不明白都可以再問 在這裏直接打我 我看到 那些評論 我便會回答你 OK 我盡答 OK 對了 如果真的問得太深奧 可能要一些營養師才能回答 我幫不到你 那我盡量可以的話 我一定回答你 OK 那這個最重要就是 看那個Saving Size 看你自己本身是否真的吃 別人說一次吃4塊 你是不是真的一次吃4塊 你不要看完那個Sugar 1克之後你吃12塊 明白嗎? 你那個糖分就不是1克 你自己可以乘的 那你就12塊 4乘32 1乘3就是3克糖 OK 所以如果大家 有些是比較 注重自己的健康 那有些可能需要減鹽 或者需要減糖 那自己就真的需要留意這件事 你自己吸取這些食物裡的鹽分 糖分 脂肪 或者fiber 那些是多少的 你要看Serving Size OK 先看Serving Size 然後你就 先看在下面那些 OK 那再看在下面 你就會發覺 它有一個叫做 Daily Value 又翻轉了 我指給你看 Daily Value 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 來的 Daily Value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說的是 它那個營養成分是 我們一日所需的多少% 一日所需的多少% 用卡羅里 應該是% 卡羅里的% 那這件事大家都需要小心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daily value 它下面有小小字寫著的 這個% 這個% daily value tells you 2000卡羅里 是什麼人需要到2000卡羅里呢 這個呢 我就做了一點工夫 因為我自己本身不是這個營養師 那我就去download了這個 Ministry of Health的這個 這個 不記得了什麼 food guideline 差不多是一個food guideline calories intake 它有一個guidline的 那這個guidline就寫明 如果你是 sidentary women and older adult recommended calorie intake 是1500 1500 1500個卡羅里 就是好像我那些 不運動這些女人 不運動的女人 或者上了年紀的 是1500的 1500 那它這裡是用2000來計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1500卡羅里的摄取含量 那也就是說這個% 應該是再高一點的 你明白嗎 應該會再高一點的 那就不是可能 它說這個脂肪是 你11% 你每一天 需要100% 那你吃4塊餅之後 你就有11% 但是其實不是的 因為好像我來說 我不做運動 我少做運動 我常坐在這裡 其實我每一天的卡羅里 攝取的卡羅里 只需要1500而已 那相比來說 那個%就大了 可能一個攝取2000卡羅里的 吃4塊餅 它就是11%的脂肪了 那我自己呢 因為我自己沒有運動 我吃了4塊餅之後 可能已經是我20%的卡羅里 20%的脂肪的攝取量了 就不可以再吃太多了 明白我什麼意思嗎 這個是1500 那2000是什麼人呢 我跟你說2000是什麼 即是說 哪一個可以直接看這件事呢 就是代表他自己的卡羅里的攝取量呢 就是這個 一個小蟻仔 Teenage 即是十幾歲的 十幾歲的 Moderately active women 即是有做運動的女性 女性 女性們 Sedentary men 也就是男性們 但是都少做運動的男性們 就是2000卡羅里一日 2000卡羅里一日 也就是說 如果一個男性 男性 男性 他又沒有做運動的 沒有什麼做運動 經常坐辦公室的 8個小時 那他的攝取量的卡羅里 就是2000了 那他就可以直接看這個了 那如果他吃了4塊餅 他已經用了 一天裡面的11%的脂肪了 那過來的89% 就自己小心一點 明白嗎 不可以過量了嗎 要不然就不健康了 OK 所以這個也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是這個 可能對一般人來說 就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 可以說的就是 自己自己看 裡面那些東西 裡面那些東西 不要脂肪50% 是不是 那你吃了之後 那你一半的了 那你又吃飯呢 是不是 又吃飯 燒肉 叉燒 那你真的要自己小心 明白嗎 就是那個general idea 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你說 每一樣計 就沒有什麼可能 所以這個就是 給大家 understand 怎樣讀 這個nutrition label 的一部分 這個是叫做daily value 是這樣的意思的 是這樣的意思 吃了4塊餅 那個serving size 4塊餅 那你就有這些了 就是每天的攝取量 11%的脂肪 那 Colestrol 這裡是0 7%的sodium sodium 也就是鹽 這樣的意思 鹽分 那Carbohydrate 7% 這樣的意思的 那你還有飯 那我自己計 對不對 那些是 如果真的是 Keep Fit 計卡羅里的人 那我就會計 那我自己就沒有計 那麼 一個大概 這個我都不是經常都會看的 通常我都會看裡面有沒有trans fat 就是 人家俗稱的不好的脂肪 那 好像譬如這包餅 它的trans fat是0的 那 如果你看到有trans fat 那就盡量盡量 不要買 盡量盡量 OK 那之後呢 還有說什麼 之後過來就是 這個fiber 嗯 fiber 即是這個 纖維 很多人都會關注 纖維 越高越好 是不是 其實都是的 纖維 大家知不知道 纖維 其實是這個 澱粉質的其中一種來的 Carbohydrate fiber is Carbohydrate 有沒有人知道 哈哈 有沒有人知道 Fiber 是Carbohydrate 所以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是這個 Nabel UnderCarbohydrate 澱粉質的下面 Break down 第一個就是Fiber 第二個就是Sugar Sugar Fiber 是Carbohydrate 來的 那為什麼是Carbohydrate呢 因為它 不是為什麼是Carbohydrate 它是Carbohydrate來的 通常人家說 澱粉質 這個Carbohydrate 經過身體之後 process了之後 那會變成什麼呢 變成糖粉 是的 不是只吃糖 才有糖粉 所有的澱粉質 就是Carbohydrate 是經過我們身體的一輪process之後 它都會變成糖粉 剛才也有提及到 Fiber 亦都是Carbohydrate的一種 對不對 那但是呢 Fiber 入到我們身體 經過process之後 就不會變成糖粉 那所以 為什麼它要分出來 它分了出來 就讓你知道 你減那個Fiber 出來 就是equals to 你的糖粉 就是說 譬如說 你的Total Carbohydrate 它是20克的 OK 20克 那Fiber 就是2克 OK 減了出來 20-2 就等於18克 那這18克的澱粉質 Carbohydrate 就會process了之後 在你身體裡 就會變成糖粉 直接影響這個血糖 OK 所以如果是看糖粉的朋友 就不要只看Total sugar OK 不是只看Total sugar 不是只糖 要看Total Carbohydrate Carbohydrate 就是澱粉質 減F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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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quation 就是Total Carbohydrate 減Fiber Equals to 你的糖粉 OK 所以有時候會看到 啊 只是1克的糖 好開心啊 其實不是 OK 因為澱粉質 過來了 身體過來了之後 就會變成糖粉 所以 看糖粉的朋友 都要留意這件事 OK 還有一件事 就是這個 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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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剛才我都漏了一個 點 如果你買的東西 一般上 例如說Cereals Cereals Coreals 那些 那些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那有時候它都會加Fiber 通常一些大人的Cereals 會比較加Fiber 那Fiber 盡量的話 有一個 2-3% 其實都已經很好的了 那些Fiber 應該都很難 很高的 那些Fiber 但是你有2-3% 那是OK的 那你有一個 纖維在那裡 那好像這包餅 它是沒有的 它是ZERO Fiber 因為這個是梳打餅來的 OK 但是一般上 那些 Health & Fitness 打Health & Fitness 那種類型的 都會有Fiber 是的 那自己留意一下 好嗎 OK 再來講 是Protein 這個蛋白質 Protein 這個 若然 我現在看過 這一包餅 它是2克的 若然Protein 越高的話 它添加糖分 就不會太高 這個是它的原理 所以 大家也可以選擇 如果是高一點的 如果是 如果是 snacks的話 大多數都是snacks 大家買這些 是不是 都是snacks 那你自己看 自己看 那 糖分 有時候它都會有寫 Edit Sugar 那樣的 Edit Sugar 是多少個gram 那你自己看著 你 通常我就不會說 因為我自己不是這個 營養師 那我也不可以 勸大家說 Sugar要多少才健康 多少才不健康 這些我就不知道 但是因為我 我只是知道 因為我家裡需要這件事 所以我會 我只會做一個 叫什麼 對比 做一個對比 譬如說 我要一包餅 有A牌子 有B牌子 那我自己對比 自己對比 那我發覺 原來這個 好像添加糖分比較低 那我就會拿這個 是不是 我是這樣做 一些主婦做法 主婦做法 就是這樣 最簡單 因為 如果你說 沙特根 其實我們的選擇不多 若然你說 買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的選擇 真的不多 都是只有兩三四包 那你自己拿兩三四包 來比較 那你都會找到 那一包 若然你說 可能 營養師說 低於五個gram才健康 那可能你真的 在那三五四包 裡面是找不到 低於五個gram 你明白我什麼意思 那所以呢 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我只是會對比 因為我知道 我也是必須要買的 那我只是做對比 那可能下一次 我去到另一間超級市場 我看到有另外一種 brand 那可能我就會拿出來 看看 跟我之前買的 會不會這個比較低 那下次可能 我就會選擇這個 brand 我就是這樣喝的 OK 然後 然後 基本上 這個上面的 這個food label我都說了 因為 再過來的那些 太深奧我就不懂 但是一般上的 好像維他命 鈣質 鐵質 Potation 那些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當然如果是健康的食物 那你的資料多一點 多一點 多一點維他命 多一點fiber 多一點 calcium 就算不一樣 對吧 其他人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我只會看有沒有transfet 還有可能是sodium 若然比我女兒小的時候吃 我都會很關注那個鹽份 因為 not supposed to be 太過多的鹽份 不應該 糖和鹽 我通常看這兩樣的 OK 十元仔 其實脂肪是好的 脂肪是好的 but 我會try to avoid transfet transfet 我會不會買的 盡購的 脂肪是OK的 normal fat 是OK的 這樣吧 那最後一件事要看的 就是那個ingredienneser ingredienneser 也就是裡面的含量 是用什麼材料來做的 啊 這個呢 通常我會在最沒時間 最沒時間去研究 我就是看這一樣的 很簡單的 就是 越少東西 越好 對 我的句子就是 越少東西 越好 五個字而已 為什麼 因為越多的話 也就是說 它加多了很多東西 OK 所以如果是吃的東西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研究一下 用的東西都是 比如說洗髮水 我們的洗澡水 甚至煲 煲 其實越長的呢 啊 越長的呢 其實它是加了很多東西 OK 那有時候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覺 看ingredienneser 的時候呢 除了 越少越好 這個是最快的方法來的 就是 在我過最快的時間 我會 compare 兩種東西 我只會看ingredienneser OK 例如說 例如說 這包餅 我讀出來 綿花 麵粉 適 綿花 油 適 綠米粉 適 適 綿花 糖 大家都適 適 living agent ammonium bicarbonate 差不多像北京素 開來發果餅 適 適 sugar 糖 適 奶粉 適 鹽 椰 椰 椰 酵母 沒有的啦 明白嗎 即是所有這些 ingredient list 我們都看得明白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 good product OK 但是有時候 你會發覺 如果你真的拿來看的時候 afterlife 你可以去看你們的 packaging 家裡的東西 你拿來看 我很喜歡讀的 我會拿我家裡的每一種東西 我真的去看 那一般上呢 不健康的食物 所謂的不健康食物 譬如說 蝦餅 那些 你會發覺它加很多東西的啦 很多東西的啦 那有時候 我們會看到一些 e字母 e什麼什麼 e106 e16 e什麼什麼 那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e字母的東西 其實就是添加劑 嗯 添加劑 那很多人就說 添加劑不好 那 就視乎自己個人怎麼看的 視乎自己個人怎麼看的 視乎自己個人怎麼看的 E numbers 它放一個e 其實它是用來代替 本身它的化學名字 因為化學名字可以是很難明白的 即是很長 或者 是不是 好像 sodium bicarbonate 很長 是不是 我跟你說梳打粉 baking soda 很簡單 所以是有另一個名字去代替它 那這些大多數 大多數是用來做什麼的呢 為什麼它會有加這些食物的添加劑呢 可能要顏色啦 味道啦 質感啦 又或者最重要的一樣就是 避免食物變壞 OK 放在市面上的 有一定的expiring date 那它們一定是需要加些東西 來令到那個食物可以儲存那麼久 尤其是是室溫啦 室溫的東西 是不是 你會儲存那麼久 在一個包裝裡面 是不是要加些食物的添加劑呢 那當然 很多人都會說 食物添加劑盡量不買啦 不健康啦 我都是覺得是 看你自己怎麼看的 因為 我們其實都有這個 Ministry of Health KKM 那我相信它們都是 會有經過某些測試 而批不批那個食物在市面上賣的 所以相比你來看 可能這些衣成份的東西 都可以說是 叫什麼 在這個 安全的指標裡面 即是成份的安全指標裡面 那我覺得大家真的不需要太擔心的 即是 你吃一下 偶然吃一下 是OK的 但當然 長期吃就 不太建議啦 尤其是蝦餅那些 那你就看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添加 那就不要天天吃啦 對呀 要是添加 怎麼說都是長期 或者你吃多 我覺得都不太好 對不對 對嗎 然後呢 有一些 flavorings flavorings 有時候我們看到一些 package的食物 會有什麼味啊 什麼味啊 barbecue flavor corn flavor 還有什麼flavor 哈哈哈哈 我都不記得 這些flavor 它不一定用真的東西來做的 我想大家都應該知道的 flavoring flavor 它有這個flavor的字 即是味道 也即是加下去的 加下去的 加下去的 那這些加下去的味道 當然就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是真的用 corn extract出來的那些東西 那我就不知道 但對於我來說 就是chemicals來的 就是chemicals來的 那盡量avoid 盡量avoid 盡量avoid 那 那 讓我看看還有什麼info 少了先 是的 大致上 是的 大致上 都是這樣的 那所以 整體來說 結論來說 如果大家真的說 想吃得非常之健康 其實everything start from scratch 就是最健康的 是的 從零做起就是最健康 但是因為 大家都是都市人 對不對 大家都忙 有工作 有很多東西要兼顧 那你說每一樣東西 即是菜由自己種 雞由自己養 那真的沒什麼可能的 那所以 爛鼻麵呢 我們也是會買一些package food 那我覺得 是的 如果有一些知識 即是可以 懂得去大約去看一下 自己買回來那樣東西 是不是適合自己的 那是不是會好一點 因為你買回來的東西 你的家人就吃了 是不是 那你大約都要知道 看一下那個ingredient list 就算你不懂得看 那個nutrition facts 都不要緊的 那個是 那個是其次的 OK ingredient list 是比較主要的 而且快很多的 即是愈短就是愈好 如果你給我來說 愈短就是愈好 即是盡量不要有一些 你不懂的材料在裡面 那就最好了 所以好像以前我小時候 賣BB餅給我女兒那樣 我都會看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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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回去看ingredient list 究竟哪一包的餅 那些餅餅 是含有我認識的份量 或者是有些已經加了我不認識的份量 其實是很容易分別的 所以媽媽媽可以去 由現在開始 所有你BB的食物 你拿出來看 還有包裝那些 拿出來看 你就會知道我講什麼 你就會開始懂得怎麼去看 你就懂得怎麼去選擇 OK 那有時候好像 譬如說 好像那些BB的serials 市面上也有很多味道的 可能有些生地 有些Carrot 那我自己本身 我就不太喜歡買這些 因為很多時候 就算它的serials 是真的用這個蘿蔔來做 可能它的蘿蔔 就是批了 弄乾 打成粉 都有的 我都有見過 但是自己還是覺得 蔬菜應該要新鮮的 蔬菜或者蔬果 給蔬菜吃也好 大人吃也好 拌人吃也好 拌人吃也好 最好是新鮮 即是若然可以的話 就新鮮 那或者你說 我沒有理由 即是說 去到拿米去磨 那個Cereal 給我蔬菜吃 若然你真的做不到 It's OK fine 你買最淡的Cereal 最淡的東西都沒有加的 那你就加點水果下去 那就已經有味了 是不是 那你可以 蒸一些Carrots 蒸了 你再拌下去 就已經有Carrot味 其實新鮮的Carrot 跟那些Carrot是有分別的 即是 你加了 即是 有些Carrot powder 放進Cereal的味道 跟你真的 用一個真的蘿蔔 去煮了之後 打溶了 再放進Cereal的味道 是不一樣的 你們可以試一下 沒有壞的 你衝給你B的時候 你就拿一口來試 是不是 那你就是想你B 吃得 吃真的 真的食 對嗎 吃真的食多些 或者是老人家 或者是自己吃健康一點的 那我沒有可能說 Everything from scratch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買東西 我是買最淡的味道的 即是最淡的味道 一定是加得最少的 是不是 那那個就是為之 應該是 那麼多的選擇之中 我認為是最健康的那個 不是可以選擇的話 可能連這些都不要 最好 但是因為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怎麼都會買 所以就自己懂得看 Thank you Thank you 你的like like 希望大家都覺得今晚 我的分享有用 大家可以拿回家裡去用 自己拿回一些東西來看 看看自己在吃很多很多 你不懂的東西 還是你吃很多很多你懂的東西 如果你在櫃裡 所有找到的你都懂的 那我恭喜你 你真的買對了 你真的為你自己 作出一個對的選擇 如果不是的話 下次你就懂得怎麼選擇 還有最後一個提示 就是什麼呢 就是在我們馬來西亞裡面 ingredients 是需要從最多的含量 那個料開始的 那也就是說 你第一樣看到那樣東西 就是含量最多的 明白嗎 所以如果那樣東西 你看到sugar牌 那就是糖多於其他東西 明白嗎 這個是規矩來的 是KKM定格 我不知道是不是KKM 應該是 KKM定格規矩來的 是所有的label都需要這樣寫的 可能裡面有麵粉 有糖 有法粉 那它會因每一樣東西 每一個材料 哪一樣是用得最多的 要先放起第一個 第二多個放起第二個 第三多個放第三個 OK 好嗎 明白嗎 那好像這個餅一樣 它第一樣就是wheat flour 也就是說它是用這個麵粉 那麵粉呢 麵粉含量是最多的 那餅麵粉含量最多 是非常之正常的 對不對 那可能你看一下糖仔 那家裡有沒有糖仔 那你去看一下 是不是第一樣糖 哈哈 很有趣的這個 你開始讀label 你會覺得很excited 你懂得讀的時候 哈哈 你就會什麼東西 你都拿出來讀的 那我就不單是讀食物的 我自己有時候會看牙膏 shampoo 那些東西 那其實原理也是一樣的 越多的 就盡量避免 若然你真的找到一個簡單的 那個ingredient的清單 那你就拿過用了 OK 那今晚我分享就到這裏 好嗎 多謝大家今晚來陪我 OK 那我們明天再見 還未like和follow我page的 記得要like andfollow 因為我每一晚都會share 好多我自己的知識 關於這個食物 空培 或者一些正能量給大家的 OK 那記得like andfollow thank you 拜拜